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光猫 最近举办的世界杯各位看了吗 反正我没看 因为我完全不懂球 球都不懂 那我还看个球啊 不过没有关系 虽然不懂球 但我呢 懂王者呀 而且王者里面 也不是没有足球皮肤呀 让我在峡谷里面 组个足球队 也不是不行 我们这一次的阵容呢 很强大 有梅西 有天才门将 甚至连拉拉队都有 至于这个马可 他就是个木人艾坤 各位不用在意 好了比赛开始 我是本着游戏的解说员 管帅8 这个梅西要怎么玩的 以前的版本是33秒进野区 但自从有了野区保护机制过后 前期想要反野 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里梅西选择的是正常红开 本期视频 由各位观众朋友们的点赞 收藏 投币 关注 赞助播出 点击屏幕上方的投票按钮 即可参与五角进猜 好的欢迎回来 根据这种推测 对面打野是鸟的 应该会选择反野 而且鸟那个位置啊 应该是要反蓝区 梅西会怎么做呢 哦 他选择跟那边互换野区 拿完蓝就走 非常明智的选择 上路天才门将 对线夏洞特 看得出来梅西一点都不担心 毕竟这个天才门将 连他都走得住 好 1分40秒 我们这边马可被击杀 那很明显呢 这局比赛呢 并不是足球比赛 而是那种 把球往敌人身上踢 或者把敌人当成球技的比赛 你们看这个夏洞特 这里就被活成了踢队场了 梅西拿完红 果然 对面两人的小机脚呢 又不干净了 把蓝给偷了 那梅西的选择呢 是继续换野区 不过这一次 对面有所回防 但梅西不慌 他选择呢 先打人 好了 第二层残鞋 哎 怎么把城界给交了呀 这反野先交城 是很危险的呀 不过万幸 这个蓝buff 梅西还是拿下的 马可装那个大 百里被击杀 梅西使用二几人 收掉装飞 漂亮 切毁人性态 疯狂使用足球进行打击 一波野区灵幻市 现在的节奏 掌握在梅西的手中了 我呢 很喜欢梅西的一句话 成为最好的梅西 不做任何人的影子 这局比赛 连拉拉队都这么强 那梅西肯定不甘露后 但就在前几局 梅西因为名门没有满级 导致手感不佳 一整局都在拉垮 队友甚至还一致认为 他是在打假赛 那一次的对局 充满了屈辱 还有悲伤 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梅西 把名门伸到了满级 别论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这个梅西 就是我 要是我不主动说出来 可能还有很多人 被蒙在鼓里吧 翻一下对面的红 小奇怪了 陈剑把红给拿掉 朝上脸上技术球 像五星带登强跳 登歪了 不过没有关系 一样给收掉 这就是梅西 把敌人当球体 来 天才门将 我负责进攻 你负责掩护 看清楚了吗 敌人脸上的球印 还有脚印 都是我们一脚一脚踢上去的呀 甚至张飞被刘善击杀过后 还被刘善发了个红牌 这裁判都是我的人 你拿什么跟我斗 当然你们不要问我 刘善是哪里来的红牌 也不要问我 为什么刘善从门将变成了裁判 如果硬要问 我就只能说 刘善把点接打了一顿 还顺便抢了个红牌 对面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了 哎 没办法 谁叫我们这个球队 踢人是专业的呢 来 再给你们表演一下 如何踢人 左右摇摆一下 找脚感 只要我们找到脚感 那么踢人的时候呢 就会十分的舒适 而且我们呢 还有踢人心得 就是某某的头 像足球 一脚踢到百货大楼 只要在踢人的时候 磨练这个心得 那踢起人来 就相当的凶残了 把下路高地退掉 可以这一波了 看见张飞折上 他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威胁 对面是一额疯的 再冲了过来 但天才门将 蛮足了三个人 我和那队成员 被击杀了一个 不过没关系 就下一个打结 门将顶不住了 让我来 张飞残血想逃 天虎之带 呜 拿下身杀 刺杀有没有 刺杀有没有 白衣跑了 马就打掉蚕 马下刺杀 无杀有没有 无杀呀 我被貂蚕炸死了 貂蚕大刀爆炸 触发印记 印记爆炸又加印记 这种事情 怎么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啊 我无杀没了 不过对面 就剩个白领的 水晶也是残血 白领一死 超级毕竟塔 直接一波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我都无杀没了 有点悲伤 不过各位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三连关注一下吧 三连过万 排不排位见 你们说了算 那么我是关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